若不细辨则务比为辞 文迹难通 是以权乖者 这就长得很像 但绝对不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文字当中 那也是所差只有一点点 这种字多不多呢 也很多 这里举个例子 胡 坤 我们看就差一点点 一横而已 胡就是茶壶 坤宫中的小路 宫廷里边的巷道 这个灰一 你看看 这个一个是一字边 一个是四字边 就差一点 下面呢 这个虚 竖 这个点呢写横了 就念虚了 写稍微的歪歪斜斜 就念竖了 如果里面没点的呢 没点的念什么呢 物极更新 物极更新 免兔等类事业 你看有一点没一点 完全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认清了 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奖金在台上奖金 最好不要有老花眼 老花眼一看 那个兔子的一点没了 念免 麻烦大了 上有字音以外而读 毛语名词 不肯求 不肯求本 竟望闻生意 谬家曲解 智世大非者 这种状况有没有呢 这就是说望闻生意了 望闻生意这是一个大毛病 有些人偷懒呢 说中国字 有边读边 没边读中间 这也是一个偷懒的方法 有时候会准 但是呢 并不是学有绝对 那个字词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 确实可以望闻生意 但如果全部都去望闻生意 那就错了 偷懒 这里说 如初生 解作产生 这个麻烦大了 初生 我们现在叫什么 叫初识 初识 初识 不识鬼神众生 我们现在做三识信念 三识信念在排位前见识 在排位前那个回向 那都属于初识 就是不识鬼神 供养鬼神的 安陀会 解作一种法会 欲多罗僧 解作一种行者 安陀会是五一 欲多罗僧是七一 其实我们现在呢 五一七一三一 这个三件一啊 对我们中国的佛教徒 这个初家人来说呢 现在这是纪念 现在这是纪念 或者在重要的场合呢 才会有这个穿袍大衣 在古印度啊 三一必须再生 如果天气少热 或者这个一般的场合 那个大衣可以不平 所以五一 五一其实就是裙子 裙子你能不能随便解开吗 这个不可以的 欲多罗僧 七一 一般的场合都是做七一 所以这个如果 这个欲多罗僧 解作一种行者 这就是完全的 这个违背太多了 逃生 解作乐器 成风 解作清晨之风 寒聚 解作火炉 隐气 解作酒尊 等类事业 我们这里边这个 到底这个词什么意思 小字都有解释 尤其说隐气 你把隐气真的 解作为喝酒的 这个酒杯子 麻烦大了 没想到人家的 那个隐气 就是尿壶 这个差别太远了 如上所举 本不成为问题 这一上呢 这都是 应该是属于细节 字词的读音 它的一些本来的解释 这属于细节 细节不重视 一不小心呢 全盘结束 所以现在有人说 叫做呢 细节决定成败 这个字词的读音 它的基本意义 这属于细节 所以离病了 在这里也说 如上所举 这一上所说的 音同字不同 字同音不同 意义不同的 多音字多意字 还是这些 似是而非 这样一些的意义 这本不成为问题 不是大问题 但弃教制淫之人 教是傲慢 制淫 理记里说 制不可满 这个淫 意义的意义就出来了 就意出来了 比你一切 比你一切就是看不起 目中无人 事才怠惰 不肯用心 曹帅从事则难免阴差阳错 遗疾广庭 信仰全失以 这个是什么呢 你一个人被别人笑话 遗疾广庭 在大厅广众之下 被人笑话 还是小事 如果你的这个表现 让大家对佛法的信心 失掉了 这个表现就是叫做 以身帮法 被别人笑话 那还是小事 别人因为对你的笑话 而丧失对佛法的信心 那个罪过就大了 可见的这个事情不能不谨慎 这是说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讲经的基本功 字音 字意 这是呢 属于基本功 所以很多人说 我这个读书不多 不会讲经 那个不一定 你不需要文字 不依文字 你讲的也是精华 那是甚深微妙之意 那是呢 另外一种状况 对我们普通人来讲 讲经 这是属于基本功 文字 字词 上面问题了 字词的障碍解决了 那其次是什么 那就是意 就是道理 所以下面一节 秉四 消身 以前 消是消融 消化 身是很深色 很艰深的经文 意潜 意思增加 潜 文字 潜显 而意理 非常的深 像这种状况呢 那就要去增加 怎么要增加呢 不是意理上的增加 而是言语文字上 用更多的言语文字 去挖掘它 甚深的道理 所以我们读书的人 后来又读佛经 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 读中国传统的古文 文字难懂 但它的意理 没那么深 而读佛经 佛经的文字 文章 似乎很浅白 很容易 但意理太深了 为什么这个佛经 看似文字文章 不像中国传统的古文 那么难懂呢 其实翻译佛经的时候 几乎也都是用 那个时代的白话 来翻译出来的 口头语 所以相对来说 比同时代一般的文人 所写的古文 要浅白很多 要容易理解很多 这是文字上的 但意理上呢 那意理上当然 佛经的意理太深了 所以在讲经的时候 说我们更多的注意力 用在什么地方呢 消生意浅 所以黎兵老说 讲之难易非济细 闻之浅深 实者闻浅者亦有其难 闻生者凡有其意 我们一般讲经说 哎呀我刚刚初学 选一部浅 比较浅显的经吧 看似浅显 其实很不浅 佛经里面就没有浅的 为什么呢 每一部经都能够让你成佛 你说浅吗 所以这个讲的容易 或者说困难 并不仅仅是文章文字的浅深的问题 所以黎兵老在这里说 那个看似浅白的 其实很难讲 看似艰深的 反而容易讲 这种的呢 状况比较多 所以事宜不可见深闻 而生畏心 见浅闻 而生清想 总而言之 这告诉我们是什么 要生平等心 要平等的尊重 谨慎 不可以见到 有些文字 比较尖涩的文字 你就感觉到 哎呀不好 这个不好讲 我不讲这个 生恐惧心 看到一些文字 浅白流畅 这样的文字 你就清 心的清护心 这个呢 是最要命的 所以轻视和畏惧 这都是情绪 情绪的波动 都是不平 所以什么是正常状态呢 无论是深的也好 潜的也好 都是以恭敬 尊重 谨慎之心来对待 那就是平等心的 凡夫就是 麻烦就麻烦 心总是不平等 看到钱 哎呀讲这个好 哎呀 轻而易举 那个太难了 不行 这就是我们普通的人的心态 讲座之事 为力对方 不适其击 凿泪难入雨 什么意思呢 讲经啊 不是讲给自己 也不是自己在这的 自我的表演 自我的欣赏 为力对方 是为了大众 为大家讲的 不适其击 你这个是 就是体察 认识 理解 这个机具的对象 官室 官地 官人 这都要去看 如果不适其击 你对这个人 听众 时间 地方 你都不去了解 凿泪难入 这什么凿泪难入呢 这个 小字里边 有解释 就是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笋 笋毛 毛眼 毛眼 和那个笋 这个就很难相应 那那个毛眼是方的 那个笋头呢 是圆的 当然就 没办法相应 对 凿瑞难入矣 这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 关机 没有关机 所以 林秉秉老在这里告诉我们呢 跪在 文身 使之 消 容消 而前 便其 接受 这个 这个里边的这个字 暗 受 这个字 很明显 应该是 错字 但是呢 最好的态度呢 我们不要改它 在旁边 写一个 接 写一个 接受的 接 这样就好了 下面打个问号 下次见到老法师 问老法师 这个字 是不错了 我们不敢改 文钱 使之 争议而生 住其 生 去 这是一个 讲经的人 下功夫 下的最多的地方 在哪里呀 按理说 最多的功夫 是个人的功夫境界 但真就 讲经 这一件事上来说呢 这个功夫 是讲经当中 着力 最多的地方 闻生 使之变浅 闻浅 使之变深 所以我们说的 深入浅出 其实做的 就是这个功夫 这个 闻生 使之变浅 以便于 大家能接受 闻浅 使之争议呢 帮助大家 产生 兴趣 原来这个 这个文字 这么容易 这么简单 我都认识 还有我不知道的意义 下面说 以闻生者 亦或碎密 人多难想 如同园 种枝 之类 同园 种枝 我们一出家 唱这个回向文 都同园 种枝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一直想 这个同园 种枝 同园 种枝 在一个园子里边 去种枝 种枝 情与无情 同园 种枝 我真的很难理解 待会儿才明白 种枝是佛的智慧 同园 大家一起也来圆满 同园 种枝 所以这几个字都认识 但是呢 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这个时候啊 避孕 善巧之法 或是避孕 或之图表 物令碎密 而转明显 复杂 而化简要 这就告诉我们 文生 一定要把它深入且出 要让大家真的容易接受 这是讲的人 做的这个功 讲经 其实就在讲这些 就是做这个功夫 讲者有壮士 刚顶之力 听者有拔去心毛之快 这次呢 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让大家听完经之后啊 真正能够心开意结 没听经之前 疑团重重 很多的问题 听完经之后啊 真的有波云见日 这个拔去心毛 这个心毛是什么 毛就是毛草嘛 你心上长毛草了 你说还难受不难受 那就是烦恼嘛 把心上的烦恼 疑问这些毛草 全部拔除了 就是问题帮助你解决了 那个就轻松了 所以现在人说现在的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了 哪里有压力 大家都活在这个天地之间 谁没有压力 谁给你压力 哪里来的呢 心毛 心上长草了 心上长草了 真正听经 长期听经 渐渐对宇宙人生认识的越来越明了 这些毛草就一个一个一个慢慢都拔掉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说思想思想 思想很沉重 为什么呢 思想有思想肯定沉重 没思想你就轻松了 没思想怎么轻松呢 你说那个思和想 心上有田 田是条条框框 想是心上有像 像就是成见 你把心上的条条框框 所有的成见 全部一勺耳光 剩下一个心 什么心 自信清静心先前 其实那个就是心毛毛那些东西 所以拔去心毛 这是心开意结才欢喜 是为销身之法 必出乎此 事意虽难 弃理教 教义也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不这么做 你这个讲的东西胡论吞着 念念过去 你讲人家 你不讲人家不懂 你讲了人家还不懂 你干嘛要讲 讲的目的就是让别人不懂的地方变懂了 不清楚的地方清楚了 不明白的地方明白了 所以老法师讲经 为什么 有人说老法师 讲台长青术 他讲了这个五十多年了 他正常说明年学佛一甲子 讲经五十多年 有人就根据这一点说 说老法师超过释迦牟尼佛 我们只能说讲经的时间长度 其他我们不敢讲 所以老法师讲经之所以大家喜欢 我们在前面提到 有人赞叹说 他把那个经是掰开了 揉碎了 把什么掰开揉碎 生的东西 把生的东西掰开揉碎 那浅的东西呢 而闻前者亦或明贤 人多亦知 如是我闻之类 应辟微妙之境 或加旋理 或因古训 令时明贤而敢深邃 简略时运丰富 如是我闻 就一个如是我闻 大波尔这个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解释如是我闻 我们当时翻了一下 厚厚的一叠解释如是我闻 那我们讲经的时候 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如是我闻 这个 如下面所说这部经 是我阿南亲自在佛那边听到的 一句话 于是我闻说完了 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 那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这么简单呢 如者真如 整部经就是一个真如 这个就深了 所以古得解释如是我闻 有些地方解释了很多很多 可以说宇宙人生 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个如字当中 所以 但是那要看状况 如果说你要在一帮老太太 没听过经面前这么讲 如是我闻 人家就去找周公去了 不找你了 所以那要看状况 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地质规 地质规的那个文字 已经很浅显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偶尔会听到的法师 地质规是古文 那个算古文吗 不过也算 清朝人写的古人 古人编的肯定是古文 所以文字上那么简单 而老法师在讲习当中 讲什么经啊 讲华言经 在讲华言经当中说 弟子规就是华言经 这个意义太深了 这个不就是 这个是明显而显心碎 简略而时韵丰富 所以一部地质规 老法师做的比喻嘛 地质规放在一个天平的一端 把这个儒家的其他的 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 一经八卦什么 所有的儒家的经典 放在天平的一端 等亮奇观 同样的等亮 这么一说 弟子规原来也还这么深 他不只是 只是交小朋友而已 他是 我们因为如果 我们给普通人这么讲 普通人跟他听 所以我们只能说 弟子规 那是一个人 一辈子应当保持的 正确的观念 和正确的行为习惯 有这个习惯 有这些观念 你是一个人 是一个正常的 善良厚道的人 没有这些观念 没有这些习惯 那就不是个人了 是什么 是什么自己想 比人要低 所以他的意义就很深了 那如果把弟子规的意义 再继续升华 可以升华到什么地步 佛陀 所以老法师说 佛法到中国 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应 相合 融合在一起 还帮助中国文化 提高境界 提高很高的境界 所以这个 销身易潜 这个易潜之法 是非常重要的 看是潜显 其实不潜 讲者 下面就说了 讲者有十地 颤花之妙 听者无 未同绝蜡之感 我读 每当我读到这一句 我就想到 1996年老法师坐在这边 我就坐在他方面 讲这一段 结果讲错了 是不是太紧张还是怎样 讲完这句老法师说 你断句断错了 他说的很轻 但我听得很重 所以印象很深 更难看的是 我们当时都有录音 现在有录音带 还有CD 所以如果 有同学听过以前 那个第二届 好像就叫做 内典大义 这一类的 可能就听 那里面就我们以前 在台上讲的一些片段 就是 讲者有十地颤花之妙 所以这个 十颤莲花 天花乱坠 听者无味同嚼辣之感 嚼辣 辣是什么味道 没味道的去尝尝辣是什么味道 味同嚼辣 那就说明没有味道 索然无味 听到无味同嚼辣之感 是什么 那说明有味道 真的有味道 是为异浅之法 补出乎辞 事文虽易 弃机较难也 所以异浅 异就是增加 其实这个文 看似浅白 它浅不浅 不浅 只是体会不够 现在需不需要增加呢 不需要增加 但是在说的时候 多说几句 就是这个意思 佛法是圆满的 你增加一点 多了 没有必要 你减少一点 少了 不够圆满 所以我们所谓的 这个销身 以前 这个增 这个增加一点 减少一点 这个增加和减少 增减之间 都是在圆满当中 在气和众生的状态之下 所谓的多说几句 少说几句而已 并不是说 在佛法本意上 有增加 如果你以为说 这个释迦福 王立福没说到 我再增加一点 你错了 佛都说到了 佛都说到了 那我们要不要 全部都说到呢 我们做不到 只能说 就我们所能够做到 所能够把握的这一点 然后根据现前大众的需要 多说几句 少说几句 仅此而已 不要以为说 这个佛都没说 我说的 那就是觉得 甜不自吃了 不是这样的 佛法是圆满的 增加不了一点 也减少不了一点 所以这一段 这个消身一浅 那仅仅是手段 让大家能够欢喜接受 容易接受的一个手段 并不是我们对佛法本身 有增加有减少 这是呢 讲经当中啊 我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呢 应该是用的时间是最多的 消身一切 在有些篇章片段 仅仅靠语言上的表达呀 有时候很难 给人一个整体的 全部的一个概念 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讲经 我们现在讲经 后面会讲到 这个讲采做事 我们都坐在这里 没有换灯片 没有黑板 就坐在这里 靠两片嘴皮皮 有时候一些大的概念 比较多的这个树木 名树 还需要一些帮助 所以秉武第五条 预制图表 预制图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口头的表达 当然在现在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工具太多了 你可以在电脑上 自己做好换灯片 打在这个投影 这个白色的屏幕上 那么多多年 都在我再度 真的很吸引 并不应该